Hi YouTube 我是 Eva 今天應該是大家第一次看到我在鏡頭前面穿了一個這麼正式的襯衫 那穿這麼正式要去哪兒呢? 其實哪兒都沒有要去 就是今天畫了一個我覺得很適合上班 就是如果是一個內情的女孩子畫的一個妝容 今天是一個玫瑰金的妝容 那今天的妝容就是用我最近很常用的這個BH Cosmetics Forever New的眼影盤 這個腮紅跟唇膏 反正就是這整個盤畫出來的一個妝容 所以呢如果你對這個妝容也有興趣的話呢 那就請繼續收看下去囉 眼皮呢當然要先上眼皮打底膏 眼影打底膏 我用的是NYX 接著呢就拿出一支大支的這個眼影刷 沾取我們眼影盤上面的粉紅色 那這個顏色呢直接當作是我們的眼窩色 就是整個大片的暈染在整個眼霧上面 那如果你是內雙人跟我一樣的話呢 記得可以把這個顏色稍微的暈染高一些 接著呢就拿出一支斜角三角形的眼影刷 沾取我們剛剛就是 NYX上面這個咖啡色偏金色的顏色呢 而畫在我們的眼尾三分之一處 就是方法就是有沒有我剛剛講 就是由外往內刷的方式 那輕輕刷然後別按牙的方式呢 來畫這個妝容 接著呢再用一支這個blending brush 沾取NYX上面這個帶了一點珠光的粉紅色 把它呢畫在就是我們這個眼窩最上面這邊 就是當作是我們剛剛粉紅色眼影的這個過渡色 就是這樣子的把它均勻的就是暈染開來 接著拿出一支鉛筆型的眼影刷 沾取最深的咖啡色 畫在就是我們的眼尾以四分之一處吧 然後就是越靠近這個眼睫毛根部的地方 畫在這邊就是讓我們的眼尾看起來重一點 這樣子眼睛會稍微比較有精神有生存 然後眼尾地方一樣就是用我們的這個文明指嘛 稍微拉一下眼皮然後畫在就是眼尾就是這裡 四分之一處就好了 算四分之一還三分之一 反正就是眼尾的地方不用畫太多 再來呢我會用這個霧面的這個淺算是香草色吧 就是當作是我的眉鼓的大亮色 畫到這邊呢我的眼妝先告一段落 還沒有畫完喔 只是我會先完成我的底妝 今天用的是那個Kate的這個primer 我覺得這個primer呢還蠻好用的 因為它很乾 所以呢就是還感覺還蠻控油的 然後遮那個毛孔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只是因為它很乾所以會有點難推拍 Kate算是日系產品裡面呢 就是少數我會買的一個品牌之一 那接下來呢擦完了primer 我們就要來上BB霜 今天的BB霜也是一樣是用Kate 它這個是Gel Cream 所以呢它感覺不會那麼過度的滋潤 所以我覺得在夏天用也還算是恰當 那我今天呢就是搭上我的Real Techniques的這個海綿 均勻的呢快速的把我的底妝完成 接著遮瑕呢我就是用Maybelline的Instant Age Remind 這個色號是Light的顏色呢來做直接的遮瑕跟打亮 那今天呢我就只有用一個顏色 沒有用兩個顏色 因為基本上我相信大家如果要上班的話 你也沒有太多的時間真的去早起化妝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就是妝容強調是一個有氣色 看起來有化妝的妝容就可以了 接著定妝呢就是用這個NARS的HD的這個蜜粉 那我會呢稍微的把它們按壓在就是比較會出油的地方 像比方說我的鼻子啊然後就是梯子部位就對了啦 那剛剛那個HD的蜜粉主要是控油 那為了讓我的氣色呢看起來比較好一點 我會用就是Rimo這個Bronzing Powder呢 直接就是輕輕的這樣子畫在我的全臉的範圍 就是對因為我比較不喜歡我的臉色看起來太過度白 那其實Kate的這個BB霜呢對我來說是有點點稍微白了一些些 那它這個古銅筆呢是沒有亮粉的 所以呢我就是可以盡情的打在我的全臉 接著呢我會先上一點點護唇膏 因為待會呢我們要上這個唇色 那在這個之前呢我會先把我的眉毛呢就是畫好 今天用的是Intergrade的這個很細很細的這個眉筆 我覺得這個眉筆也蠻好用的 這個呢是我的第一個Intergrade的產品 目前好像也是最後一個吧 就是我沒有再買過他們其他東西 那它這個眉筆呢因為非常的細 所以呢你可以慢慢的描繪你的眉毛 基本上呢不太會有出錯的狀況 接著呢就是用NYX的這個眉膠呢 把我的眉毛稍微做定型 那畫眼線的部分呢我忘記錄了 所以呢就給大家看一下我剛剛用的產品 用的是那個Australis HD的眼線液筆 接著呢當然就是夾睫毛 夾完睫毛之後呢我會用這兩支 分別是Kiss Me然後還有Mac的這兩支 睫毛膏來刷我的睫毛 這個呢就是用那個Kiss Me先搭地好的狀況 那現在呢擦的就是第二層 第二層用的就是這個Mac的這個眼睫毛 睫毛膏啦 腮紅的部分呢就是用腮紅刷沾取這兩個顏色呢 均勻的混在一起之後呢來對上午的腮紅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呢混在一起之後啊看起來非常的自然 然後呢就是非常有女性溫柔的妝容的一個感覺 今天呢第一次嘗試的使用這個韓國的彩妝品 因為呢其實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我是不由韓國火的 然後呢這一個就是打量產品呢是儲鈔送給我的 先用唇品呢沾取這個比較像是裸色的這個唇膏顏色呢 沾就是畫在我整個嘴唇上面 接著呢再用你的那個無名指沾取我們剛剛就是這個盤上面有一個 比較偏眉類顏色這個顏色呢直接按壓在我們嘴巴的中間 現在呢我們就請導播呢把我們的鏡頭拉近take我的眼部特寫 好啦其實也沒有什麼導播就是我自己在亂講而已 就是從頭到尾只有我一個人在拍這個影片 然後大家一定覺得今天眼妝很淡對不對 沒有錯啊因為上班不能畫太誇張的眼妝啊 所以呢這個就是把鏡頭拉遠一點呢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的一個妝容的樣子 然後呢沒錯今天呢就是為了大家呢 就是穿了這個遊領的襯衫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跟問題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也別忘記要幫我按讚跟訂閱我的頻道喔 然後呢我現在已經有臉書還有我的Instagram了 所以歡迎大家呢來幫我按讚跟訂閱我的追蹤啦 追蹤我的Instagram那就先這樣子了 掰